11月15号到17号,第四届中国江苏产学研合作成果展示洽谈会在南京举行 今天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这一次洽谈会的情况 展会现场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973首席科学家、863首席科学家 前来洽谈的专家团队,高手如云 农业无人直升机,桥梁结构健康监测 微早生物柴油技术,纳米金检测早期肿瘤 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科技成果扎堆亮相 省科技厅介绍,这次洽谈会纯粹以企业需求为前提 吸引了全省大批企业家来抢项目,抢人才 最多的一位专家当天就有38家企业负责人预约洽谈 我们这一次改变了一战为主,一谈为虎的这种做法 让采训各方面对面的洽谈 这次的专家也改变了自掏路费的做法 以前我们都是同意给他们支付路费 但今年呢,我们让专家们自掏路费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,他真正有效的需求 才能得到检验 洽谈会为企业和高校提供了对接平台 今后,企业遇到难题将直接由高校专家解决 省科技厅介绍,本届洽谈会 企业与仓会高校院所共签订产学研合作项目 及一项协议266项 累计共达成新的产学研合作项目 及一项957项 均创下历史新高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